5月10日,香港多个商场内有黑衣人违法聚集,部分人手势横幅高喊口号,影响商场正常运作,破坏社会安宁。 期间,警方接到多宗市民报案,随后警察进入多个商场,执法驱散。 傍晚午时许,警方在望角一家商场截停多名示威者,其中一人身上藏有怀疑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,包括电油,多条干毛巾及数个打火机等。 警方称,不排除有人企图在示威活动中使用该批物品,有可能严重威胁到现场人士的人身安全,警方现场拘捕一人,捡走相关物品,并继续调查案件。 当日晚间,另一批违法示威者在香港望角街头聚集,并以杂物独路,多班次公交车被迫停止,市民出行受阻。 期间,一些暴力示威者分别在望角附近的乃路城街、西洋菜街、山东街及汽油街纵火。 警方多次警告示威者停止违法行为为果后,警方随即展开驱散及拘捕行动。 画面中可见,至少数十位违法示威者被拘捕。